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相信一定有人說過 他的夢想是環遊世界 但是我要為你的夢想 加上一點難度 如果你環遊世界的工具 是一艘帆船 而且你和另一半 都不是航海高手 而且你身上沒有億萬身家 而且你還有一個小孩才兩歲 那你還要完成這個夢想嗎 有一個家庭做到了 我是NOROLANI JACOBSON 我開発之後 我開始了 我開始了 我 Jed要ㄧ One很累 我們要 Aristotle 我一直都說要成功 因為我們很年輕 我們就說要去 但今次想要到世界上 Ki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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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ed here Sailed down to Tringad, up to Bequy And sailed through the Panama Canal Sailed to Galapagos We had to hand-steer all the way because the autopilot died just after we left. After French Polynesia, we went to Fiji, and then we go north to Marshall Islands and Kiribati. And then we go down to Vanuatu, to New Zealand, Australia, Indonesia, Singapore, Thailand, Malaysia. And then from Malaysia, we went to Chagos. Then we went to Madagascar and South Africa. We went around the Cape, to Santalina, to Itaparica. And after that again, I jump around with the waves, so that it seems like I'm flying. We want to welcome Lise平 and her daughter, Yui-Pin. Hello. Hello, Chuchu-san. 好,我們旁邊的是女兒. 對,要不要說hello. Hello,你好. 而且你們忘記兩個貓咪. 我要介紹他們,對. 那你幫我介紹他們好不好. 他們是誰? 這是Mia Capriya. 是. 她比較大. 她幾歲? 她三個月. 她三個月,好. 她是男生還是女生? 她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是女生. 哦,他們兩個今天陪你來? 對. 你有問過他們今天心情好不好? 很好啊. 很好啊. 可是我覺得有點累累,喵. 我們剛剛看到影片裡面,你們是在海上生活了多久? 七年八個月,七年八個月的時間,其實這很難想像,你可不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在海上的日常生活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是航行最長的時間是38天,那如果說航行的時候,每天晚上的時候,大約傍晚7點的時候,我先生會是他輪值的第一班,然後他從7點到半夜1點他輪值,然後呢,半夜1點 輪值的意思是,要看船,然後因為船,不能睡,不能睡,對 對,要在甲板上 不一定要在甲板上,如果天氣不好的話,很可能是要在駕駛區,就是整個,可能六個小時都必須要待在駕駛區裡面掌舵啊,或者是移動帆啊,這些事情 那如果天氣好的話,其實都在船艙裡面,可以看看航海圖,或者是看書,或什麼都可以 那像我的話,我的輪值時間是半夜1點到早上7點,那這段時間也是看天氣好不好 天氣如果好的話,那我就可以做做家事,然後呢,然後準備一些第二天的課程,還有就是,我們就是像,因為我會每隔兩天做一次麵包 所以呢,那那個時間就是我發麵的時間,因為需要,它需要的時間才可以發酵 所以那段時間就是一個很適合的時間,因為新鮮麵包就可以做早餐這樣子 跟我們描述一下你的帆船有多大 帆船是39尺英尺長,然後呢,33英尺寬這樣子 如果換算成我們比較熟悉的坪數,大概它是多大的空間呢 其實我沒有想過它是多大的空間 那可以想想看,就是可能是12公尺長,然後呢,10公尺寬,那就是120平方公尺 在一個很局促的船艙裡面生活,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每天除了在輪值的時間之外,還做什麼呢 其實事情是蠻多的,因為有時候船就會有一些損壞,那我們就需要維修 那如果沒有維修的時間的話,那就是我基本上比較多做的是家事跟幫小孩子上課這些事情 對,月童每天要上課 是 月童那時候上船的時候是幾歲呢 他上船的時候是不到兩歲,那時候當然是不用上課 那但是到了將近四歲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幫他上幼稚園的課程 月童喜歡在船上嗎 喜歡 為什麼?最喜歡的是哪一個部分? 就是一個我玩的遊戲,自己自己發明的遊戲 自己發明的 自己發明的遊戲 你發明了什麼遊戲可以告訴我們嗎? 是我的小祕密 你的小祕密 那每天媽媽幫你上課嗎? 對 媽媽會幫你上什麼課呢? 很難的,很不好玩的課 你在海上是如何進行他的教育呢? 剛剛月童說那個很難很不喜歡的課 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上課是這樣子 就是他早上起床以後,吃過早餐以後我們就開始上課 那一個鐘頭,第一個鐘頭我們是上德文 然後第二個鐘頭我們是上英文,或者上中文 然後這兩個都是上整整一個小時 然後之後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用一套英文的教材 然後是一套就是學校的完整課程 也就是包括數學啊,包括科學啊這些東西都是包括在內 所以你即便是自己教他,他也是一套很有規律的系統 不要讓他不要辣了進度 沒錯,他其實他就是,他其實是被美國政府所承認的 所以你也是,就是如果你有這個自學方案的話 你是如果通過考試,通過他們的考試的話 也是一樣跟我們這個,跟我們國小畢業是一樣的這樣子 所以他有一點語言天分好,我剛剛聽他中文好流利喔 對,而且中文其實就是受限於說可能環境 也可能是因為中文本身的國字比較難的緣故 他中文算是他三個語言裡面最弱的一個 真的?是 所以,但是我們在海上其實是沒有同儕團體的對不對 這件事怎麼克服? 因為其實有很多跟我們一樣就是環遊世界的家庭 那他們有很多的小朋友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這些小朋友跟他的背景也比較相似 所以也比較聊得開 那如果說就算是有時候真的遇不上 那我們在當地我們也盡量跟當地小朋友交朋友 所以月童你手上的小貓是你在海上的朋友嗎? 是啊,Mia Caprior是 牠是你海上的朋友 那另外一個呢? 對 這是陸地上交的朋友嗎? 對,這是陸地上交的朋友 那你海上還有其他的朋友對不對? 對啊 目前的話像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是一艘澳洲船,那Darian他們 可能現在他們就是在茫茫大海的某一處 所以就很難講他們到底是在哪裡了 有時候害怕是有點無疾 就是你不需要去害怕 但是你害怕是沒有辦法說 控制住你不怕就不怕 那像是有時候風浪很大的時候 那我必須要在外面掌舵 然後我聽到那個聲音 我就已經覺得很驚訝 那個海浪的聲音 風的聲音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